央视主持人董浩突然患上急性肝坏死 医生通知只有8天的时间了 董浩知道自己的病情后 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了一段话 没想到妻子二话不说 直接哭着跑出了病房 董浩出生于北京 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老师 高考时报考了首都师范大学 之后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 1977年董浩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 因声线突出 很快成为了配音界大佬 董浩配音的动画片 有我们熟悉的铁壁阿童木 和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后来董浩又成为少儿频道主持人 而在事业飞升的同时 董浩也迎来了爱情 1983年与张薇举行婚礼 但因为董浩的母亲不太喜欢儿媳妇婚礼 只摆了两桌家宴 不过张薇并没有怨恨婆婆 因为张薇知道董浩工作很辛苦 不能给她添麻烦 有一次董浩与同事去外地出差 主办单位招待他们 可因为董浩吃了没有处理干净的毛罕 当晚就高烧不退 第二日直接昏倒 后来被医院告知是急性肝坏死 这个病有八天的危险期 未有性命之忧 董浩知道后瞬间眼前一黑 但很快就恢复冷静 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 如果我走了 要辛苦你养大我们的女儿 还有就是你还年轻 一定要嫁人 有人照顾你 我也放心 妻子张薇哭着跑出了病房 不过在妻子与医生的配合下 董浩成功战胜病魔 这连医生都很意外 如今董浩已经退休 时常在社交平台秀恩爱 夫妻俩还经常出去旅游 对此你怎么看